我們換個方式就用TEST函數來解這一道題 那請各位E把這個綜合練習的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那複製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拖拉 拖拉就是按住左鍵不要放 往右邊拉過來 拉過來的時候是移動 那移動的同時你按下Ctrl鍵 Ctrl鍵的話 它等於按下Ctrl會多個加號 加號是複製的意思 那按住Ctrl鍵之後的話 你把它左鍵放開 你會發現呢 它就幫你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在右邊的 OK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當然你說老師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啦 我知道好像這邊按右鍵 這邊有個移動或複製嘛 可是移動或複製好像 你必須要打勾建立副本 而且還要告訴它移到最後 然後你再按個確定 這樣也是又多一個 可是我發現這個方法比較慢 有沒有 我剛剛那個方法比較快 我剛剛那個方法我再做一次 有沒有 按住左鍵不要放 向右移動 拖拉啦 然後再按下Ctrl鍵 那這個時候按Ctrl鍵不要放開 這時候按Ctrl鍵之後呢 再把左鍵放開 這樣就有一個 所以以後複製工作表 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它會多一個綜合練習 那請你把刮幅2 那請你把刮幅2改成Test 因為我們要用Test函數 所以我這邊刮幅 裡面放個Test函數 Test OK Enter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剛剛 當這個格式變成真正是那個084 因為你會發現 它表面上是084 可是實際上 你看資料編輯列裡面 它是只有84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變成084的話 必須要藉由Test函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Test函數要怎麼幫忙轉換 其實Test如果我在旁邊這邊練習 在i4儲存格上面練習 那我這邊先把它恢復好了 剛剛只要是選這兩個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然後我剛剛主要是利用 自訂裡面加3個0 它就會變成3碼 但問題這個是格式 把它恢復的話 恢復成通用 通用格式按確定 然後如果你要用Test的話 第一個 它需要 插入函數的話 它會需要兩個參數 所以你找到那個Test 兩個喔 OK 所以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value 你的資料在哪裡 你的資料在這裡 比如說84給他 OK 那第二個的話 它會問你的就是format test 特別注意喔 以後呢 參數裡面只要有Test這個關鍵字的話 一律都是文字 那如果文字的話 請養成好習慣 前後先加雙贏 OK 好 那你說 老師那裡面要加什麼呢 我們剛剛不是在格式裡面有個制定對不對 制定裡面我們填了3個0 所以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 假如把那個格式放在制定裡面 那就是格式 剛剛我們加000加在制定裡面 那它是表面上看到 可是如果你將來加在test的話呢 它就真的變成084 所以差別在這裡 如果加在制定是格式 加在這裡 就真的變成084的結果了 OK 差別在這裡 所以這個可能 你會發現從這邊看一下有沒有 這邊84是數字 經過這個格式之後 它就幫你格式化成這樣子 所以其實喔 Test跟那個格式裡面的那個制定的那個公式是相通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把表面上看到的變成真正的 其實只要知道制定裡面的那個公式規則 甚至直接貼過來就可以 因為兩邊是相通的 一個是表面的 一個是實際的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出現084 而且會靠左對齊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文字 一律是靠左對齊 那如果是數字才是靠右對齊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同樣的道理 那如果是007的話怎麼做 那一樣嘛 像就填滿一下 OK這邊就007 那007只是對應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公式還蠻短的 有沒有 Test 就是刮符 趨勢 趨勢 逗點 後面的話就是雙引號000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剛剛這一道題 假如我不要REPT加LEN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從哪裡呢 減號後面AND這裡 REPT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我如果要換成Test就很簡單 有沒有 自己打 我習慣這邊自己打TFT 它會自己出現 或者你按插入函數也可以 然後一樣給三個東西 第一個問題是你的Value是什麼 Value就是這個趨勢 逗點 第二個 它會黑體式 你的Format Test什麼呢 記得喔 只要是Test一定是雙引號 零零零 後雙引號 後刮符一下 完成 所以如果剛剛跟那個REPT加LEN比的話 這個顯然簡單很多 有沒有 所以同樣一個問題的答案 絕對不是只會有一個 所以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想第三個公式 絕對可以 沒有問題 但是前提是說有沒有比較簡單 如果你想出來那個公式相對是非常冗長的話 其實沒有必要嘛 你幹嘛沒事自己找麻煩 公式就越清潔越好 比如說老師我要讓這個公式看起來顯得我很厲害 我覺得也沒有比較厲害吧 公式那麼複雜 好像也不能顯示出你的專業 OK 打勾一下 好 08 那後面的話007怎麼做 一樣嘛 跟剛剛動作一樣 把AND F4 右邊AND 選一下 複製 再把它貼到它的右邊 貼上 AND 然後一個減號 TES這邊G4把它改成H4 這樣打個勾 記得喔 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儲存格的右下空點 快點兩下 這個時候它會向下填滿 那就完成一樣的動作了 OK 好 所以兩個比起來 這個公式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TES 然後把這個資料給它 後面最重要記得那個Format的部分的話 記得是雙名號 然後000 OK 把這個給試試看 試著做做看 那兩個比較之後 TES比起REPD 是相對簡單很多 好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那我們假設 我希望呢 當然延伸一個練習題 比如我這邊我希望 你TES的部分 如果呢 我要利用TES函數 幫我取得什麼 取得像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資料裡面 生日 當然如果你的版本是反體中 應該沒問題 應該是 這個C式儲存格裡面 應該是顯示70 可是如果你是英文版 可能是它沒有那個外掛 應該就會顯示是西元年 不管如果你是西元年 你就用西元年 然後如果你用民國年 你就用民國年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統計 像這個資料裡面 我想要多延伸一個問題 請各位試著做答看看 第一個 我希望針對這裡面的會員 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幾年級生的人最多 幾年級應該知道 如果用民國年的概念的話 當然 比如說應該是50到59是五年級 有沒有 60到69是六年級 以此類推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統計說 到底喔 我們這個會員裡面 哪個年級的人是最多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統計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的是英文版 你可能就是用 也許用另外一個 就是幾零後是不是 五零後六零後吧 反正概念是一樣的 那要怎麼統計 統計的結果 假如我希望用個表 報表 跟一個圖顯示出來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 看一下 在雲端上面應該有 類似像這樣 我如果希望用一個表 統計出來 當然結果應該可以看得到 蠻清楚的 數量的話 用直條圖比較直覺 看得到 原來我們這個會員裡面 七年級生的佔比最大 而且他的數量 是總共total有57個人 OK 那其次的話 才是六年級 五年級好少喔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今天公司裡面的產品銷售量 或者是銷售族群 你都有資料的話 馬上就知道說到底哪些是你主要客群 你賣給他就對了 你不要賣給五年級生來 可能都只是逛逛而已 都不消費的對不對 OK 那你當然 主要消費對象你可以多行銷 OK 然後再次要的 如果不消費的話 其實這不是重點 不要浪費力氣 你跟他推銷半天 他可能無動於衷 真的是浪費唇舌 有沒有 你要找對的人 根本不用行銷 他自動就會買 OK 那要怎麼樣快速統計 那如果假設 我們針對剛剛這個資料 如果今天這個資料 那我要去統計 到底幾年級生的人最多的話 前提跟各位講 最簡單的方法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真的太好用了 應該工作上大家都會用 只是說怎麼用比較簡單 其實有個概念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 你要統計分析的那個欄有沒有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你要把它變出來 比如說你那一欄是什麼 年次幾年級 所以第一個 你一定要變出一個年次的欄位 年次的話 現在有在嗎 好像生日有 老師生日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生日就是有年月 那我要的只要年次這個欄位 所以沒有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個後面加一下 或者在這個插入一檔也可以 反正看你要放哪裡 我放尾巴好了 比如說我增加一個 叫做年次的一個欄位 好 這樣子 第一個 那這個顏色不一樣 我拿這個前面來複製一下格式 這個有個複製格 刷子刷一下 刷過來 好 年次了 第二個的話 你說 老師那很簡單 前面兩個字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抓前兩個字 前兩個字 不用laps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laps的話 然後這個得兩個字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奇怪了 明明你看到的 你看到是70 得到的就是29 那你如果向下填滿 全錯了 有沒有 如果你看laps 有沒有看到 你說前兩個字啊 為什麼得到的是29呢 OK 而且它靠左對齊沒錯 因為它是文字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得到的跟畫面上看到的不一樣呢 所以其實原因就是出在跟剛剛講一樣 因為它其實這個資料本身是經過了一個格式而產生的結果 那你想說它實際上是什麼呢 它實際上的是 當然有的時候看這個地方是準的 可是 但是 有一種資料是不準的 就是日期 因為日期在Excel裡面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的 一個格式 它實際上 主要是因為有年月日 它會要符合年月日 所以它會 自動的幫你轉成年月日的結果 可是實際上 它裡面應該是什麼呢 其實實際上 你們可以按滑水右鍵 如果你要打回圓形的話 儲存的格式裡面 其實理論上應該用通用格式 它會顯示它原始的狀態 這個原始狀態 你想說原始狀態好怪喔 為什麼是29846的數字 對沒錯 其實跟各位講 日期在Excel裡面的原始狀態 就是一個日期 那這個日期的話 根據官方說法 其實很好理解 就是 如果以那個計算的方式的話 就是它是從1900年的1月1號 算第一天 所以算到它生日這一天 已經經過了這麼多天 29846天啊 OK 如果以後你假設看到那個資料 後面還有小數點的話 那就表示它除了日期之外 還有時間 那時間 時間到底在Excel怎麼存 我跟各位講 一個小時 一天就是1啦 有沒有 一天就1 一個整 整數1就是一天 那如果是一個小時的話 就是1 2 4分之1 所以 2 4分之1除完之後 會有小數點 對 所以它後面會有小數點 就是 時間的部分 OK 如果沒有小數點 那就算到 這個 12點 有沒有 整 整的話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到 奇怪 資料裡面為什麼 它還有小數點 表示 有時間存在 OK 好 那我們回過 到這個問題 怎麼辦 怎麼解 有解嗎 OK 怎麼解 其實 就是用我剛剛講的 不過 跟各位講 方法很多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方法 但是 以這一題來看 可以想到第一個 用Test 絕對可以 Test 那問題Test 怎麼樣解這一題 OK 請各位試試看 你亂串沒關係 OK 我待會跟各位講 其實以後 用Test有固定的那個步驟 反正你用固定的步驟 以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然後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然後算出 這個到底哪一種會員 在資料裡面是佔比最高的 試試看 好不好 它們 會有 是 2 4 5 5 5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